当下的力量2 作者 埃克哈特·托利 翻译 未教 第一章 寂静与宁静 意识和宁静是不可分割的 我是谁这种自我意识 远比你的任何名称或外在形式都要深刻 宁静是你至关重要的本性 什么是宁静 宁静就是你的内在空间或知觉 借此 本页文字正在被你解读 成为你的思想 没有知觉便没有解读 没有思想 甚至没有了这个世界 你就是这种知觉 幻化成人形的知觉 与外界的喧嚣相对应的是内心思想的嘈杂 而外界的寂静则对应于内心的宁静 无论何时 当你身边有寂静相伴 请侧耳倾听 留意它 关注它 聆听寂静能够唤醒你内心宁静的乐土 因为只有内心宁静 你才能注意到寂静的存在 注意 当你留意到你身处寂静之中时 你并非在思考 你是意识到这一点 却并没有在思考 当你意识到寂静的存在 你便会立刻进入内心宁静的警觉状态 发现自己活在当下 说明你已经跨出了人类数千年来的 集体意识的禁锢 当你凝视一株树 一朵花 一棵草 请用心去感受它 它们是如此的宁静 如此深深地根植于自然之中 让大自然来教会你何谓宁静吧 当你看着一棵树并感受着它的宁静 你亦会变得波澜不惊 因为你开始与它有了深层次的交流 在宁静中 透过宁静 你会发现自己与感知的对象融为一体了 这种一体感就是真爱 寂静是有益的 但寂静并非是获得宁静的前提条件 即使周围喧闹不堪 你仍然能够在这片噪音之下感受到宁静 感受到噪音之源的空旷与宁静 那里便是你纯净的知觉与意识本身的栖身之所 能够觉察到知觉的存在 是所有感觉和思想的基础 觉察知觉便可触发内心的宁静 所有扰人的喧哗都可以像寂静一样 对我们有所注意 心中停止对喧哗的抗拒 认可它的存在 这种妥协便会将你带入内在平和的国度 也就是宁静所在之空间 任何时候 当你全然认可当下 无论它以怎样的形式出现 你便即刻获得宁静的心态 你便心平气和 请留意那些空隙 如两个念头之间的空隙 一则对话词与交锋之间的沉默 一段钢琴或长笛演奏中的音符间歇 乃至我们呼吸之间的停顿 当你注意到这些空隙 你对某个事物的感知就变成了纯粹的知觉 你的内心便衍生出纯粹意识之无形僵土 它取代了你原本对于形象的认同 真正的智慧在寂静中运行 只有保持宁静才能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 宁静仅仅代表喧闹的消失 或者空无一物吗 不是的 宁静就是智慧 它是一种潜在意识 它是任何一种有形事物郁郁的温床 它只能与真正的你我它相分离呢 你所认为的这个有形的你 也是源自于宁静 并一直仰赖着它才得以存在 宁静是万物的根本 是灿烂星河 郁郁青草 朵朵鲜花 参天大树 啾啾鸟鸟鸣的本质所在 宁静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具形象的东西 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件东西 也不属于这个世界 当你静静端详着一棵树或一个人时 你知道是谁在端详吗 是某个比你这个人更深邃的东西在端详 是你的意识正在凝视着它创造的杰作 圣经创世纪说 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 凝视着它 并陶醉于它的美好 当你拥抱宁静 心无杂念时 你也能看见神所看见的景象 你需要更多的知识吗 你以为拥有更丰富的信息 更快捷的电脑 更科学或更智能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吗 此时此刻人类最需要的难道不是智慧吗 可智慧是什么 怎样才能找到它 定能生会 只要保持宁静 去看 去听 无需他法 就能密得智慧 静下心来 细细地观察 静静地聆听 激发你内在的智慧 让宁静 引导你的言行 第二章 超越头脑的思考 人类的现状 迷失在思考之中 大多数人一辈子禁锢在自己的思维牢狱里 他们从未超越那受制于过去的 狭隘的 源于大脑的自我感觉 在你的身上 在每个人身上 都存在一种比思想更为深邃的意识层面的东西 它便是你的核心本质 我们可以称之为灵在 知觉 或者无条件意识 在古老的教义中 他就是人们心中的上帝 是你的佛性 当你只看见心智所造的小我 当你的人生任由他掌控时 你便将痛苦强加于自己和别人 除非你进入那个比思想更为深邃的意识层面 启用那种无条件意识 否则你的人生不可能获得爱 喜悦和创造力的延伸 持久的内在平和 也不可能伴随你的左右 如果你能意识到 哪怕是偶尔的意识到 你心中的想法 仅仅是一些想法而已 当你的心智 情绪 对外界刺激有所反应时 你能够见证其惯性模式 那就证明 你开始进入那个 比思想更为深邃的意识层面 那便是你的思想和情感 所依赖的知觉 那便是你的生命本质 所处的永恒的内在空间 思考的涓涓系流 有着极大的动能 它能轻易拉拽着你 与之同行 每个念头都假装 自己是如此的重要 因为它想要吸引你 全部的注意 有个新的灵修练习 交付于你 学会轻视你的思想 人们是多么容易受困 与观念定式的牢笼啊 人类的大脑 渴望知晓 力图了解 掌控一切 常常把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误认为真理 他会说 道理应该是这样的 但你必须超越大脑的观念束缚 明白无论你怎样理解你的人生 或者别人的人生 别人的行为 无论你是怎样判断各种局面 你的观点也不过是一种见解 是众多可能的想法中的一种 不过是一堆念头而已 然而实相却是一个整体的存在 万事万物都交织混杂在一起 没有任何事物能够独立存在 思考会割裂现实 将它切分成七零八落的概念碎片 会思考的大脑是强大的工具 然而当你还未意识到思维仅是意识的一个层面 而被它完全掌控时 会思考的大脑反而很有局限性 智慧并不是思想的产物 我们关注某人或某事 并深刻的理解 智慧便从中萌生 关注便是原始的智能 是意识的本体 它消除了概念化思维 形成的阻碍 你进而认识到 世上没有什么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关注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 统一于一个知觉体中 它是弥合隔阂的良衣 每当你沉浸在强迫性思考之中 无法自拔时 你便在逃避当下的存在 你不愿身处此刻此时 无论是宗教的 政治的 还是科学的教条 都源自人们错误的信仰 相信思想能够概括一切现实或真理 其实这些教条就像群体性的概念牢笼 奇怪的是 人们乐意被囚禁 只因为能在牢笼中得到一种安全感 以及一种我知道的错觉 没有任何东西比教条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更多了 事实上 教条迟早都会轰然瓦解 因为真相最终会揭穿教条虚假的一面 尽管如此 除非我们能够看清其幻象的本质 否则旧的教条仍会被新的教条所取代 那么幻象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对思想的认同 心灵的觉醒即是从思考的梦境中醒来 意识所能觉知的范围 远比思想所能理解的范围要博大得多 当你不再相信你所思考的一切 你便跨越了思想 清醒地认识到 那个思考者与你并非就是一个人 大脑总是处于不满足的状态 因此总是贪恋以期获得更多 当你被大脑左右时 很容易陷入无聊和不安 感到无聊 说明大脑渴求更多的刺激 更多的精神食粮 然而这种饥渴永远无法填满 当你觉得无聊时 为安抚饥渴的大脑 你可能随手拿起一本杂志 打一通电话 打开电视机 上网冲浪 外出购物 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大吃一顿 或者你可以继续无聊 继续烦躁不安 并同时注意观察 无聊和烦躁不安 究竟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当你带着知觉去观察 去感受时 刹那间四周便仿佛萌生 一种空间感 或者宁静感 虽然起初只是一点点 但随着内心的空间感不断滋长 无聊的感觉将逐渐消失 不再那么明显与强烈 所以说 即使无聊的感觉 也能教你体验自己的本质 你会发现 那个感到无聊的人并不是你 无聊感只不过是你体内 一种条件反射性的能量运动 同样的 你也绝不是一个愤怒的 悲伤的 或者充满恐惧的人 无聊 愤怒悲伤或者恐惧 并非你的专利 他们只不过是大脑所处的特定状态 是来去匆匆的过客罢了 那些来去匆匆的都不是你 我好无聊啊 谁知道呢 我愤怒悲伤害怕呀 谁知道呢 你知道啊 你是知道的主体 而非上述种种客体 任何形式的偏见都意味着你被大脑左右了 意味着你再也看不见人 你看到的只是你矿定的那个人 而将活生生的人简化为一个概念 就已经构成某种形式的暴力了 思考若非根植于知觉 将变得自私而紊乱 缺乏智慧的聪明 是危险而有害的 而这却是当前大多数人的状态 思想放大成为科学和技术 其本质上并无好坏之分 然而作为科技源头的思想 若非根植于知觉 也会极具毁灭性 人类进化的下一步是要超越思想 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思考 而是不要完全认同于思考 不要被思考所掌控 感知你体内的能量 精神上的嘈杂便立刻沉寂 甚至停止 感受你的双手 双脚 腹部 胸膛里的能量 感受你的生命能量 那个给躯体注入生机的生命能量 于是身体成为一个入口 通过它你能窥探起伏的情绪 和思绪之下潜藏的生命活力 你的体内包括你的大脑 存在一种生命力 你可以用整个人的存在来感知它 生命无需思考 你的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在呼吸 如若此时出于某些实际的需要 需要思考 你便会自然去思考 大脑在这时仍可运转 当你的内在生命力与知觉 透过思考来表达其自身时 它会运作得更加美妙 你也许不曾留意 不思而查的片刻 早已成为你生命中 不请自道的常客 当你在从事某个手工劳动 在房间散步 或者在机场柜台前翘手等候 当你全然地存在于当下 头脑中的思绪便沉寂下来 被一种清醒的存在感所取代 抑或当你内心纯净如水地仰望天空 或是倾听他人 意识不再被思想所遮蔽 这使你的感知会变得如水晶般透明 对大脑来说 这些片刻的沉寂没什么重要 因为它有更重要的事情去考虑 这些片刻的沉寂如流星般转瞬即逝 以至于你难以察觉它们的踪迹 事实上 这些片刻的沉寂是你生命中 所能发生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它们是你从思考转变到 清醒的存在感的起步 安于未知的状态吧 它能让你超越大脑的局限 因为大脑总是忙于推断与诠释 却害怕处于未知 因此 当你能够安于未知 你便超越了大脑 一种更深刻的非概念化的知觉 也将从这个状态里萌生 从事艺术创作 体育运动 舞蹈 教学 咨询等工作 若想有所建树 思考的大脑就不必介入 至少要退居二线 若你的智能有一种与你同源 但更为强大的力量接管 你就不必再做什么决定了 正确的行为会自然而然的产生 而且不是你强迫为之 掌握生命与掌控生命是对立的 你开始与更强大的意识合作 让他采取行动 发表言论 完成工作 危机出现 会造成思考之流 暂时性中断 在此间隙中 你将有机会品尝到 灵在 警醒 与知觉的滋味 真理远比我们大脑思考 所能理解的更为全面 我们的思考无法涵盖真理 最多只能指向真理的方向 比如说 一切事物在本质上都是一体的 它只是一种指向 并非一个明确的解释 你去揣摩这句话 内心便开始感受 它所指向的真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